做了就是好吃吗 你非说不好吃的就不做了嘛 下次要鼓励 还有就是因为我的淘宝店刚开始 就销量不是特别好 然后客流量特别的少嘛 然后我就看广告嘛 就是说那个拍火山小视频 就可以就是挣钱 然后也可以就是把我的淘宝店 上面的衣服呀 就挂那上面 果然广告语叫拍视频能赚钱的 火山小视频 哎呀我的天哪 然后赚钱吗 是真的挣钱 一条挣多少钱 就是我从六七月份就开始玩嘛 然后我现在是粉丝有一万多 火力值两万多 就是两千多块钱 就是起码我们就是平时买个菜啊 就这种钱是有了 对对你一天花多少个小时 在那就有菜钱了 也没花多长时间 就是记录一下日常啊 就是比如说我去吃个东西啊 然后就拍个小视频什么的 然后比如说 我把我的那个淘宝店铺上面的衣服 有喜欢的就可能就会给你点赞啊 给你转发什么的 然后他就特别不理解我 他就觉得我干什么都拍拍拍 你告诉我你开淘宝店挣钱 还是拍小视频挣钱 只能说现在就是我用火山小视频 把那个我的粉丝转化成我的一部分淘宝店的客户 就这样会给我增加收益 等于双成收益 对对对 在火山小视频上你也挣钱 对 转化成你的淘宝店的顾客之后也挣钱 对对对 那不是挺好吗 这个正经营生啊 不是这个好玩是好玩 我也看他玩过一些 然后你也玩啊 不能说两个人天天就在家玩也不行 他玩就也行 然后我觉得就你白天有那么多时间 你有时间玩 晚上回来我回来这么晚 你跟我说几句话 有时候我在那吃饭 他就在那就这样 就跟个木头人一样 我就感觉这两个人总不能缺乏沟通吧 是是是是 人家说的很对啊 我其实不是故意那个样子 我是因为确实是刚来北京 然后我就想我们两个能生活的好一点 然后前期我们多加油一把嘛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矛盾 也不是因为这个火山小视频而有的 是因为我觉得三年了 平时我说一句话 我做一个什么事情 你都应该就是包容我 就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就是能懂我 我就感觉就是他太不懂我了 就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就觉得这三年的时间白过了一眼 这里面有个错位 咱们就拿一个小事情的态度 男生说你白天玩就可以 所以他认为他拍小视频是玩 但是在女生的心里这不是一个玩 女生在心里面至少是一个挣钱的营生 我除了拍这个挣钱 我还能转化我自己的粉丝 变成用户 我挣两份钱 所以女生觉得心里委屈是 我不是玩 我这是正经事 对吧 男生是觉得你这就是在玩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女生才会说 三年来我们这感情是不是白搭了 所以大家看这个小事情的堆